不过听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 你把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写为 晕倒了 头缝了十几针 当时鲜血满地 但理性告诉我 要先解决问题 不顾妈妈的搀扶 跑到急诊缝针 爸妈担心得流泪 我深知哭不能解决问题 以后也更坚强了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大三的那一年 在家里面上网课 那天我是起来跟我妈妈开门来着 但是因为脑子可能突然缺氧了 就整个人垂直往后倒 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妈抱着我再哭 我们家那个茶几 它不是实心的 是空心的 只有一层玻璃 那时候我回头一看 全是玻璃 我以为我只是把玻璃砸碎了 我跟我妈说没关系 我妈说孩子 你头上血都流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就一摸 包括我全身都是那个血 当时我其实 也没有想到任何的害怕 因为我想着我要赶紧 就是去医院 我当时就跟我妈说 我说120肯定来不及了 离我家有点远 然后那时候 血已经流得非常厉害 因为我能感觉到 那个血在鼓鼓鼓鼓地 往处喷的感觉 然后呢 我妈就赶紧把我拉到楼下 我们就开始挡那个出租车 没有一个人愿意拉我 因为他们很害怕 我浑身全部都是血 这时候有一个老爷爷 他开着那个老年人的那个车 到我跟前说孩子赶紧上车 然后我们就去了医院 那个时候我妈妈 就是已经慌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主张 我就跟我妈说 你先别动我先进去 我就赶紧跑进去 因为我害怕我血流太多 等会晕倒了 我妈更拽不动我 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我满脑都想了 这些处理问题 然后我就赶紧跑到急诊室 叫医生救命救命 然后医生看到我之后 就赶紧把我拉进去 就开始缝针 然后我爸爸来了之后呢 我爸就是声音都颤抖 就问怎么了 然后就在外面哭 因为当时那个场面 确实挺害怕的 后来呢缝了是14针 在家里面休养了三个月 当时觉得没什么 后来回想起来 觉得挺佩服 我当时那个心态的 就是一直在想 怎么去把这个事情 赶紧解决掉 这个事情也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就是 第一个一定要珍惜生命 因为当时呢 那个茶几是空心的 医生说了 你空心下去 是因为有一个受力点 这个伤口帮你挡了一截 如果它那个是石心的话 你摔下去 可能会造成内伤 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遇到任何的事情 一定要想办法先去解决 解决完了之后 我们再说其他的 哎呀 真不错 真不错的一个孩子 我看到这个 新元99年 你大我儿子两岁 如果是我的女儿 站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 你认识 你认识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t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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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波先生怎么灭灯了 小波想问问你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性元我挺欣赏您的 但是确实很遗憾 我们这样的企业 没有主播这么一个位置 遗憾 另外呢我想给你一个建议 就说你看你做大健康方面的主播的话 无论卖什么东西 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数 一定不能够做一些过于夸大的宣讲 可能短时间你会有一定的收益 但是从长远看 不利于你自己的人设 好 感谢小波